美国最新研究指出 全球的生育率正在下滑当中 到2050年 有四分之三的国家会出现人口萎缩 而发展中国家的婴儿潮 还有富裕国家的少子化 将会让未来社会出现大规模的转变 在英国这场婴儿用品展场上 亲子互动充满温馨 不过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 和评估研究所IHME 发表在刺客针期刊的最新研究 指出全球的出生率正在下降 2021年约有半数国家的生育率 低于替代水平 导致人口萎缩 这个比例在2050年会增加到75% 2100年更将达到97% 届时几乎所有国家人口都会减少 这种转变原因很多 包括女性自主提升 与育儿经济负担等条件都息息相关 尽管所有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 但并不平均 高收入国家严重少子 面临人口高龄化跟劳动力下降 而贫穷国家则维持高出生率 成为全球主要人口增长的来源 全球新生儿将会越来越集中 在面临极端气候 资源不足 政治不稳 贫穿与死亡率影响较高的地区 重新配置全球经济和国际力量平衡 其他人口专家则表示 这项研究是大致的趋势 还有很多变数 此外人口减少 未必全然是一件坏事 至少环境跟粮食负担将会减轻 专家过去发表在刺客张旗刊的预测 指世界人口将在2064年达到高峰值 约97亿 2100年下降到88亿 联合国前年的人口展望 则预测世界人口将在2080年 达到104亿的高峰 未来几十年内 人口数量下降将不可避免 各国需及早因应地缘政治与经济社会冲击 公事新闻是会中逼